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有很多的委员提到就是如果是有主办单位的活动 他要纳入大型群聚活动的话目前是有规范 你看我们中央的法规就是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要点 第十一点就是你要申请 有申请我们当然就可以做交维 可以做各种部署 以各县市来讲我们举台北市为例 他在自治条例上也是依据我们中央法令的规定以后 他还会去制定相关的管理规范 但是毕竟都是只有把有主办单位的活动纳入管理 那没有主办单位的活动 比如说人潮很多 像离他运的事件其实比较不像是有主办单位的活动 我想他们就是店家联合起来 就商店街的活动 对就是商店街的一种为自己促销的装置艺术等等 那他们不算是要办一个活动 很可能就是一个共同的行动 那没有主办单位 但是台湾其实也有可能会有这种 因为台湾商店街也会有这种共同的活动 不过因为国情的不同 所以我们的商店街常常是串联起来之后 他要办的 他因为他要申请路权 所以也会想要是跟地方公所申请补助 他如果申请路权或者是申请补助 那基本上也有被纳入规范的可能 那像101的烟火 他办烟火 可是路面的广场上面的人潮 我想101不会把它当作是他主办的活动 那可能就是没有主办单位的活动了 那个又跟台北市的跨联结合在一起 101的烟火的部分又跟台北市跨联会在一起 是 他跨联不一定办在那里 跨联不一定会办在那里 对 所以我想也不一定 好 那没有主办单位的活动 我们如何去预知所可能的人潮 或者说人潮突然聚集了以后 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激动弹性的去做交维 这个部分在所谓的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要点里面 其实没有规范 他没有去提到 没有去提到说 没有主办单位的活动 如果遇到人潮聚集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应该如何处理 那看来看去就是道交条例 道交条例第六条 可能是可以引用的 因为临时通行量显著增加 或者遇于突发事故 让交通线与停滞或混乱 那警察机关 他就可以调拨车道或禁止限制车辆或行人通行 不过这个比较多是用来做调拨车道的处理 有会可能会因应这个人潮太多 会做一些管制 但是他的目的 比较是疏解车辆的交通 是是 这个道安台湾利益当时在设计 其实是那一块 就是以现实的台湾社会来讲 常常会有那种店家 有促销啊 有那个活动的时候 会造成 我想还是下去盘点 是是是 这一块是现有的法令 无论是在道交条例 它的立法目的来看 第六条来看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大型活动 聚集人潮的这个大型活动 安全管理要点来看 其实都没有把这种 安全管理的问题纳入 不过我们在初期条例 还没有做修订之前 我们会强化我们的这个同仁 如果去到现场 要将这个研判提供回来 我相信这个提供回来 会增加这个上级 对这个事情的演变 会有一些关注跟处理 不过在中央的话 它是要点 比较简单 你内政部下去盘点 好不好 道交条例不归你们管 我觉得还是要放在 还是要放在大型群聚活动 安全管理要点里面 好不好 把道交条例的这个精神放进去 就是无主办单位的 可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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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